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 高中化学科 我们的主题反应速率定律 那由于本节的内容很多 所以我们将分段来做说明 首先第一段要介绍的是 反应速率的定义与测量 主讲中论高中高冠周老师 本节的学习重点有下列几点 生活中的化学反应有快有慢 那至于快慢之间 往往每个人的认知不同 所以我们必须有更精确的定量关系 因此第二个我们要介绍反应速率的定义 那知道反应速率的定义之后 那由于速率就是变化量 在一段时间之内 所以如何测量这个变化量 我们要介绍反应速率的测量方式 那知道了量测方式 知道速率的定义之后 我们将最后进行一个延伸主题 那就是介绍反应速率定律 以及半生期之间的延伸关系 接下来我们看到重点一 化学反应有快有慢 有极快也有极慢的反应 首先这是国庆烟火秀 爆炸反应是非常快速的反应 那接下来这个图形 同学看得出来是什么吗 这是铁的氧化 或是我们称铁生锈 这个时间大概可以一两天到一礼拜不等 比起爆炸它很慢 可是还有另外一个 那这是一个原油开采平台 我们要想的是化石燃料 煤石油天然气 它在地球的形成过程 可能要经历数百万年之久 那这是属于极慢的反应 所以反应的类型有非常多 那最前面老师有讲到 那快慢大家认知不同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第二个 就是用比较定量的方式 来介绍反应速率的定义 在讲反应速率之前 我们先来回想一下 什么叫做速率好了 那这位先生很健康的在跑步 那这个人的跑步速率是多快呢 那假设他100公尺短跑10秒钟 那这非常的快速 那他的速率就是10秒钟 他变化100公尺 所以他的意义在分母的部分呢 是时间的变化量 在分子的部分我们放上距离 那就是距离的变化量 所以简单说速率的量测方式 就是时间跟距离之间的比值 那这就叫做速率 好那一般的速率我们介绍完毕 那我们来看反应速率 那他的定义又是什么呢 他的定义是在某一段反应时间之内 那这个我们念为ΔT 就是比如说5秒到10秒 那这个就是时间5ΔT就是时间的变化量 反应物或产物的变化量 那反应物跟产物的定义又是什么呢 那举一个大家国中一定学过的反应来说 在反应方程式箭头左边的 这叫做反应物 在箭头右边的就叫做产物 所以简单说反应物就在左边 产物就在右边 接下来变化量量值又是什么意义呢 这是力量重量还是什么量呢 那这个答案是浓度压力或是墨素 才能代表它的变化量值 那以相同的反应为例 那氢加氧产生水 那由于每个物种的状态都是气态 那以气体反应比较常使用的量值 那应该是用压力 那我们用大气压来表示 那气体的反应除了用压力之外 那也可以采用别的 比如说用浓度 用大M也可以 甚至同学要使用墨素 那也都是可以的 所以气体反应的量值 不论用压力浓度或墨素 都是可以接受的 好那除了气体反应之外 我们再随便来举一个 那这也是同学在国中学过的 酸加碱产生盐加水 那我们看到盐酸跟氢氧化 那都是属于水溶液的状态 那水溶液AQ 那它的量应该就比较常用的是大M来表示 什么叫做祸 祸它在这边其实代表非常重要的意思 也很容易搞混 那还是以相同的反应式为例 那我们的反应速率可以用反应物去做观察 那同时也可以用产物去做观察 所以祸就是利用反应物或产物 都可以去做反应速率测量的一个标准 我们接下来继续说明 那以反应物氢气跟产物水来做反应速率定义它的一个表示 那氢的反应速率怎么测 同学还记得吗 一段时间之内那变化量这个比值就是速率 那水呢那一样一段时间水的压力变化量 这就是它的速率 那同学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为什么前面要负后面是正呢 有负有正难道是看心情去做决定吗 不是 负代表反应它是消耗的 那正呢就代表它是深层的 那同学在国中一定也学过 反应物是因为它反应掉就越来越少 所以用一个负号让这个速率除出来会是一个正值 那三乘物是越来越多 所以后面剪前面本来就是正值 所以这边维持正或是不写那都可以 好所以这个正负关系同学一定要注意到不要弄错 好那化学反应速率的定义就是在某一段反应时间之内 反应物或产物的变化量 所以我们简单下一个结论 反应速率R Rate就是速率 就是在一段反应时间之内 那变化量的比值 那就是反应速率的定义 介绍完定义之后 我们将实际举例说明 那希望利用定量的数据 让同学来呼应前面定义所学的部分 假设刚开始我们准备了氢气跟氧气都是10个大气压 经过点火燃烧之后 我们发觉氢气用完了减掉10 那系数比就是用掉的比例 所以它减掉5根产生10 那这个氢气用完 我们称为这叫限量试剂 氧气剩下5个大气压 那这时候反应中止 因为有人用完了 那假设这整个反应发生的时间 经过的2秒钟 那这就是时间的变化 那我们常测得氢气氧气以及水 它个别的速率 那一段时间 那变化量 同学不要忘记 负号代表反应物是越来越少 正号是代表生成物是越来越多 那这样一弄下去 才会得到一个正的速率值 好 那时间2秒带进去 那物种浓度或压力的变化量 那这三个把它列出来之后 同学不要忘记单位是什么 单位分母是秒 分子是压力 所以我们就是写秒分之大气压 那如果题目是水容易 那用浓度的话 那就秒分之浓度 那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三个算出来是5比2.5比5 经过约分的结果2比1比2 那到这边 同学有没有注意到 个别的速率是2比1比2 跟谁很类似呢 我们可以看到跟反应方程式的系数是一致的 我们已经了解 每一个反应物跟生成物之间的速率 就符合它的方程式系数 那究竟是用比较快还是比较慢 来代表整体的速率呢 那老师举个例子 让大家思考 同学有经历过班季赛跑的经验吧 全班要通过中点线 那一定有同学跑比较快 也有些同学跑了比较慢一点 那第一位通过中点线同学代表本班的整体成绩 还是最后一名通过中点线代表整体呢 那这个答案应该是比较慢的通过中点线代表整体的速率 那在反应速率也是如此 那既然每个物种的速率不一样 那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速率直接除到分母去 那用一个大R来表示 这个大R就是整体的速率等于 那个别氢气既然是氧气的两倍 就把快的除上2 那把比较快的水也除上2 让它们跟最慢的氧是一致的 所以整体的反应速率应该是以最慢的来做代表 反应速率定义的结论 以非常致死的A加B产生C加珠这个反应来做判断 左边代表反应物 那反应物的变化量除上时间 这就是反应物的速率 那接下来右边的部分是产物 那在一段时间之内 生成物的变化量或产物的变化量 这就是产物的速率 好那第一个 以每个物种单独来看 ABCD的个别速率 就是在一段时间 那变化量 那再次复习 我们的变化量可以是浓度 可以是压力 也可以是墨数 反应物的部分因为越来越少 所以加个负号 让这数值除出来是正值 那产物的部分呢 由于是越来越多 因此就不用加上这个负号 好那这每一个个别的速率比起来呢 就是它的方程式系数 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系数除过去 也就是向左边移向之后 可以得到这个大R 大R就是整体的反应速率 好那因为每一个都除下去了 所以每一个物种的速率都是一样 这就是表示总反应速率的一个方法 好那对于反应速率的定义 我们已经做了很详细的介绍 接下来的部分呢 我们就是要介绍分子这个变化量 变化量该如何量测呢 这是我们下一个部分的重点 反应速率的测量方式 第一个如果这个化学反应有颜色的变化的话 那测颜色那是最好的 那以这个反应来说 N2O4是没有颜色的气体 那N2O2是红棕色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原本红色 那管子一拉变成无色 就是这两个之间的变化 那要测量这个颜色变化的仪器 用分光光谱仪 这是最好的 那感谢台大实验室 所提供的这个照片跟影片 那它的原理大概是说 测量容易在特定波长之下的透光度 以及吸收度的仪器 就是把我们的样品放在这里面 那借由它透光度的变化 拿去测量 颜色深浅变化的速率 那就是它的反应速率 好这是第一个 第二种方式是气体的反应 当木偶数有发生变化的时候 可以利用体积或压抑变化来测量 那如果是体积有变化 比如说排水集气法 排开水的空气的量 那就是用时间分支体积的变化量 这就是它的速率 那如果可以用压力的变化量来测量 那也是一样 一段时间压力的变化量 那压力测量用这个东西 叫压力剂就可以得到 因为在前后的时候 容易的导电度出现明显的改变 那这也可以作为量测的标准 那以这个反应式为例 硫磚是强酸强电解质 氢氧化倍是强碱 也是强电解质 如果这两个东西 个别它的导电度都非常的好 可是当它们两个人混在一起之后 会形成一个固体的沉淀物 那水也是难以导电的 所以整体的离子浓度下降 那会使得整个导电度也是下降 所以我们可以测导电度的变化 在一段的时间之内 那这样子也可以测量反应速率的变化 还有第四个 反应前后如果有沉淀 那像这个反应也是 有沉淀那也可以利用一段时间 沉淀物的质量或墨数的变化 甚至撇取值变化等等方式 有很多的方式都可以测量反应速率 那简单来说就是一定要有变化量 可以量测出来就可以了 本节的重点回顾 化学反应有快有慢 由于快慢 每个人的认知不同是相当主观的 因此我们必须定量来介绍反应速率的定义 那反应速率的定义就是在反应时间之内 浓度压力或墨数的变化量值 那这就叫反应速率的定义 那因为要测量变化量 所以测量方式也很重要 那比如说有颜色的变化 我们可以采用分光光谱仪 那比如说有压力的变化 我们可以采用压力计 只要能测到变化量的那都可以 在了解定义以及量测方式之后 最终我们将来在下一支影片 要介绍反应速率定义 以及半生期之间的延伸关系 感谢制作团队以及教授的指导 让本影片可以录制成功